你是来找这个运动健康相关的 运动健康相关的短视频主播吗 主播类或者带货类或者签约类都是可以的 主播 带货 签约类 因为之前跟有一些这个运动品牌也是在做线下KOL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还是KOL啊 KOL模式是你个人你本身有一账号 或者你本身有粉丝 人家在你这个上面去投放 然后呢按项目跟你结算 我们这儿简单来说呢 就不管你去哪儿 我们都是要为你发公司上保险 然后承认你这些 这劳动关系这不一样啊 现在企业不会签一个素人 谁签呀 企业不会这么干 全部都是MCN在干这个事 MCN都得考核了 像现在多难干呀 MCN都是要考核运营数字的 现在大家聚焦的问题有一点变化 就是您来找的这个意向岗位 大家的理解是合作类的 那现在就需要您做选择了 如果是全日制的工作 劳动合同 正规劳动合同的全日制岗位 你接受吗 如果像这个小叶老师刚刚有讲的 说是我们前期可能需要说是 每天固定六个小时 五个小时到或者八个小时 如果说是阶段性 或者说是前一天半年 半年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可以 因为我是没有课程的 除了我的培训档期之外 我的时间是相当自由的 不 这个聊的方式还是不对 我觉得也是 他不是入职 咱们可以商量 我就这段上班行不行 入职以后呢 你就是块砖了 对 今儿搬到这儿你也得去 这事不能商量 比如我就干半年 然后几点到几点 这后边怎么办呢 来 严姐 而且对于一个专职工作来讲 其实就是说你是否可以去从事 跟本职工作相关的第二职业 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再插您一句 如果她入职了保利豪的话 她现有的瑜伽的这些工作 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从事吗 不可以 不可以 雨昕 你那边呢 我也不可以 晓叶 你那边呢 我不能 你也不能 是 我不能 不可以 这就是最主要的 因为这里面会发生 不远的冲突 肯定都不能 对 每个职位 他有他的 每个岗位 他有他的岗位职责 天洁 这个现在要命的地方就来了